陸港天后宫淹水了 天井变成了水池 水淹半米高 香炉泡在水中 共作也进雪了 天井一下子接了太多雨水 宣泄不及淹水了 还有陸港老街也一样 雪淹到小腿肚 比较深的地方到膝盖了 半边井的水也快满出来 民众一早赶来 撑闪涉水 担心店面不知变成 什么样子了 乌县林宅一整个巷子淹水 住家清晨被雷雨惊醒 没多久水淹到屋内了 全家总动员忙着扫水清屋内 陸港淹水很有经验 居民已经把沙包水闸门搬出来 防止雨水淹入屋内 都每一户都有做水门 这人要扫水门 这人要扫水门 这我还是电视机就对了 对啊 陸港公会馆前广场变成了游泳池 阶梯下还有一层 消防队员赶来查看 一脚踩空差一点摔跤 这积水已经到大腿的深度了 还有龙山寺变成了大水池 稍晚各地积水渐渐退去 住户开始清理 路口是很好 因为现在在窃水 对啊 吃好了 我们这就清光好 就一层 沙头变成了我们这次 每天都 每天都 久违的雨水让人开心 但是来得太急太快太突然 一时消化不了 淹水了 TBS新闻 陈志仲 吴淑平 章话报导 闪电在台中市区现身 强光接着是雷声 雷雨包在中部地区发威 清晨的天空打了闪光灯 雷雨交加 雨神来了 全台都有下雨的机会 这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甘霖 大雨一下台发现 32.9K谷关路段 一米半宽的大石头 掉落在路中 往谷关路上多处落石 还好没有砸到人车 34K也掉落了大石头 小石头可以捡起来丢到路边 但是大石头搬不动 只能先警戒 由公路段出动机具清除 台北也下起大雨 雨势大道雨刷拨不完 还造成了路数倒塌 中山北路的双线车道 因为行道数 数字断裂横在路中 一度风路清除 还有南部也淹水 中央气象局在下午 针对嘉义市台南市 发布大雷雨特报 嘉义布袋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 因此沿海滴洼地区已经开始积水 大家期待的是这些雨 能够下在积水区 让水库解渴 缓解大家的干旱之苦 德基水库陆陆续续有降雨 不过进账有限 气象局预测 滞流封面影响这两三天都有降雨的机会 雨势会慢慢变弱 今天的降雨是比较明显 而且比较广泛 明天相对来说全台是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量值相对今天相对是比较弱一点的 潜浦降雨集中在西部沿海 水库更新资料的 旅潭蓄水量人士1% 石门水库7.6% 真文水库3.6% 北部蓄水比较充裕 翡翠水库60.3% 水利署表示 集水区部分下雨 但是水库进账有限 期待晚间再来一场雨势能下对地方 TVS新闻综合报道 监视器拍下 休旅车水飘 轮子下见着水花 横着打滑往前冲 下一秒撞破了这片砖墙翻车了 车子发布在旁边的空地 人受困在车内 车上一名男性驾驶 消防队员赶来救援 人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昏迷 休旅车撞墙又翻车 这冲撞的力道太严重 驾驶送医之后仍然宣告不知 受困压制于驾驶车 原来是侧翻 然后受困于车内 我们到现场立即评估 然后患者 当下是呈现空马昏迷的状态 意外发生在30号上午9点多 彰化西湖 彰水路上 当时事故地点下雨 消旅车在笔直的大马路上 水漂失控自撞 车辆重破转墙又翻覆 已经撞得面目全非 驾驶是17岁的李姓少年 他住在桃园 是人力派遣公司的搬运工 趁着休假开公司的车南下 要到彰化西湖找朋友 吴兆开车开了一两百公里 自撞翻车丢了性命 TBS新闻 陈志仲无数评 彰化报道